而我在重新過後 有了相對穩定的收入之後 我現在也在高雄也買了一棟房子 這是在我之前是從來沒有想像過的 我覺得中華民國對於 飛行員的待遇跟福利是相當不錯的 那不管是小孩的教育或生活方面 我覺得都是非常的充足的 充裕的 是 歡迎回到做江草的超能力 今天我們要來訪問兩位現役軍人 來聊他們成為國軍前後的故事 首先第一位我們要來訪問的是蔡英蘭中尉 她其實是一位女娃人喔 高中畢業後就入伍的她 到現在已經13年了 家人從一開始的反對到現在視她為驕傲 這中間到底發生了哪一些改變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看她的故事吧 好 那想先問一下蔡英蘭中尉 一開始為什麼會想要從軍呢 我老家在台南 然後我高中是舊主台南的私立新榮中學 其實我在高中畢業的時候 也剛好就是有一個高中畢業的學姐 她回到學校去來分享她在海軍工作的經驗 教官就對我說 我的個性很適合成為一個軍人耶 我要謝謝她就是 讓我展開我精彩的軍事生涯 大概從軍多少年了 我現在已經從軍13年了 我覺得既然要想要從軍 我就要去最特別 最飆悍的單位 因為那邊無論階級 無論男女 就是要從兩棲徵收專長幫出來 走同一條名為天堂路出身的 所以我在報考專業士兵的時候 我就直接天選了兩棲徵收兵 你們平常日常有哪一些力行的訓練呢 游泳啊 體能戰盡之類的 我覺得在裡面最重要的其實是團隊吧 比如說海上操舟 或是鼎鼎群軍 都是每一個人都必須要 一起努力才可以順利完成的科目 那這個期間我們遇到一些 讓你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當然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最後的 克蘭州天堂路啊 其實我那一期在一開始是53個人開訓 而最後只有17個人結訓 而我是這個整個訓練中 從頭到尾唯一一個女生 克蘭州其實就是整個兩棲訓的最後一週 六天五夜不間斷的操課 凌晨12點開始 就是一節課就是六個小時 只有最後一個小時可以吃喝辣殺碎 時間到就要開始進行下一個課程 直到最後的天堂路 天堂路是整個克蘭州的最後一堂課 直到我爬過的天堂路 拿到屬於外人必章之後 我就成為中華民國第七位女外人 那你是怎麼堅持下來的呢 整個兩棲訓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但是沒有有過放棄的念頭 其實就是給自己一個信念吧 就像麥克爾阿瑟的將軍有講過 你給我一百萬換取我的入武訓的回憶 我不願意 再給我一百萬要我去重新入武 我也不願意 這個就跟我那時候 瘦兩棲訓是一樣的道理 這是在我的整個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是我的軍事下中非常重要的回憶 那你的朋友跟家人 聽到你決定要入武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跟反應是怎麼樣呢 其實我決定要就是從軍的時候 媽媽其實是反對 因為我高中畢業而已嘛 他希望我可以 就是繼續完成我的血液 尤其他在聽到說 我要去受兩棲訓的時候 他就是更為反對 他就對我說 你一個女孩要去中車送什麼 到了我結訓了 我後面也成為了幹部 最後轉任了軍官 到他現在就是跟他的朋友 在介紹我的時候 他就會跟他們講說 這我第幾個女孩做兵那個 兩棲喔 我可以從他的語氣的過程中 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就是 我是他的驕傲 就是很謝謝就是爸爸媽媽 就是讓我重新到現在 對我的支持跟鼓勵 從你重軍之後啊 你的經濟條件 對於家裡還有自己 是不是有一些改善呢 當然因為我高中畢業的時候 我的姊姊跟妹妹都還在讀書 家中也還有房貸要付 當然經濟上在家裡是 還算可以的 但是就是相對的比較吃緊一點 而我在重新過後 就是有了相對穩定的收入之後 幫助了家裡走過這一段時期 然後面我每一年 也都有一定的儲蓄跟投資 我現在也在高雄也買了一棟房子 這是在我之前是從來沒有想像過的 對 那你覺得重軍之後 自己最大的進步在哪邊 我覺得除了自己的體能戰績外 其實對我來說 最重要是面對事情的態度 處事共有圓滑 這是團隊的精神 這是對我這一生受用無窮的 那最後啊 你有沒有一些話想要給 如果也想要加入國軍 有沒有哪些建議可以給他們 就像我那時候入武的時候 我其實是從士兵晉升士官 在轉任軍館的 我是其實是在當兵的過程中 報考了高雲科技大學的價值進修班 然後完成了學歷的時候 我在109年報考專業軍館班 並在去年於第一年成績結訓 到這邊結訓任官 然後整個部隊其實給我很多 就是穩定的生活 所以我其實也可以在閒暇之餘 去完成自己許多的興趣跟夢想 像爬山啊 游泳潛水之類的 中間我也考取過救生員 出擊潛水員 以及水上摩托車教練證 這些都是在我 就是從軍資三年的過程中 去完成的 我覺得各位觀眾朋友 其實職業軍館是一個 非常可以值得考慮的一個職業 然後如果你想要成為英雄中的英雄 好漢中的好漢 歡迎加入陸戰隊 好的 剛剛聽完蔡英蘭中衛 成為女王人的故事 是不是真的覺得非常熱血呢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訪問一位 一樣是從軍13年的 國軍弟兄姊妹 李彥佑少校 聽說呢 她在軍中還是持續增進自己的 外語能力 甚至考到了證照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哦 我們就一起來問問 看她是怎麼辦到的吧 欸 好像就是李彥佑少校耶 少校你好 小夢你好 大家好 我是彥佑 目前在空軍官校飛訓部 擔任少校作戰官 好 那想要問一下李彥佑少校 一開始為什麼會想要從軍呢 最一開始我是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體檢的時候 剛好有看到旁邊有空軍的招募 在那之前我就有聽說 飛行員的養成教育很辛苦 那就去報名 那後續也順利考上 那想問一下哦 從以前到現在 大概是從軍多少年的時間 還有為什麼一開始會選擇飛行員 我目前從軍13年多 會想要成為飛行員 我相信是所有南海小時候的夢想 我也不例外 在小時候的時候就看到 國外的藍天使特技小組的影片 還有中華民國F-16戰機的影片 就覺得哇好帥 我想說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要成為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 好 那現在想要問一下 就是飛行訓練的過程大概有哪一些 還有沒有發生一些 你覺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我們的訓練是非常嚴格 而且非常多的 在接受實體的飛行術科之前 我們要先接受一連串的學科 包括空氣動力學 氣象學 航空生心理學等等的 那後續呢才會進入到 所謂的求生訓跟航生訓 完成以上的訓練之後 才會進入到基礎飛行訓練 也就是我們空軍官校的基本組 完成基本組的訓練之後呢 才會進入到我們的高級組 也就是我身後這一架戰轟機 在完成高級組的訓練後呢 就會成為真正的 中華民國空軍的飛行員 那會依照自己的成績跟醫院呢 去決定我們要飛的主力戰機的擊中 但這才是真正挑戰的開始 因為後續呢他們要接受更多 專業裝備的武器訓練 所以飛行員的養成教育是非常的嚴格 而且艱辛的 那支撐你下去的動力是什麼呢 之前在換訓的過程中 其實有好幾度是想要放棄的 但當時支撐我下去的動力 最主要就是來自於父母親的期望跟支持 我相信讓自己的父母親對自己感到驕傲 是所有飛行員支持下去最主要的動力來源 那像是家人啊還有朋友 對你從軍的看法是什麼樣子呢 我的家人對我從軍當飛行員是非常的支持的 至於朋友的部分 我相信有支持也有不支持 不支持的最主要原因應該就是在於工作的風險性 那我覺得每一個工作都有它的風險性存在 好那從軍之後啊 對於自己生活的條件 還有家裡的經濟狀況是不是都有所改善 軍中對於家庭的照顧跟關懷 也都是非常完善的 畢竟我們是高科技的軍種 具有無可取代的飛行技術 我覺得國家對於軍事飛行員的照顧是非常好的 好那想問一下邵少 現在大概會多少種語言 還有呢你想學習的過程還有契機是什麼呢 目前會的語言有英語跟西班牙語 那軍中對於外語的進修是非常重視的 英文班除了有英語進進班 還有英語儲備班外 還有特語班 那特語班包括日語、德語、法語還有西班牙語 單位派我去接受西班牙語的訓練 在軍中受訓的好處就是 他會把你集中到航空技術學院還有國防大學 讓你專心的學外語 甚至有一些班次會要求在玩訓之前要取得相關的證照 當初在航校學習語的時候 就是由航校專任派遣外面的專業的西班牙語的師資來幫我們上課 那也在那個時候取得了 Dale Auno的專業證照 那少少其實是五個孩子的爸爸喔 有沒有因為軍職讓孩子的生活環境可以過得更好呢 我覺得那不管是小孩的教育或生活方面 我覺得都是非常的充足的 充裕的 那老婆還有小孩子 對於爸爸的職業是什麼樣的看法 我太太她對於我的職業她是非常的支持的 我相信會有擔心的存在 她是一位非常堅強的媽媽 平常呢她不會表現出讓我擔心的樣子 對於我的工作她都是非常支持的 那孩子們是不是很以爸爸為榮呢 他們現在還小 那他們可能還不懂得什麼是榮譽感 那我相信他們長大之後 對於爸爸是飛行員這個職業 他們是會以我為榮的 是友善的 我相信他們只會沈草